在生育这一问题方面,试管技术现在越来越高超前进,可是很多人并不明白其原理,尤其是对于男性,他们是怎么把金字取出与帮子结合的呢? 男性主要通过手引法、穿刺法、地韵套性交法以及卵子冷冻技术等方式,获得经验然后再取出金子,那么男性取出金子的整个过程大体是怎样的? 下面就通过分布走路线来了解作试管婴儿,男性取金的过程,一、预备阶段如果确定要作试管婴儿,那么在这之前的几个月当中,男性都要把烟酒戒掉, 使得自己的生活成一定的规律 如果知道自己在生殖系统方面有炎症则需要尽快进行配合医生的治疗 再准备做试管婴儿前数月,男方应见烟解酒 保持生活有规律,如有生殖系统炎症需积极治疗 二、禁浴阶段在正式进入治疗的阶段之后,患者月经来潮的第八天同时男性便需要进行一次排精,并且将禁液送到当地的生殖中心进行检查,并且开始禁浴 禁浴时期,一直持续到取暖日,那么这是因为经液在体内存放时间太长或者太短,都会大大影响其金子的质量问题 进入治疗周期后,一般在患者月经来潮第八天,其丈夫需排精一次,送生殖中心检查,然后禁浴,直至取暖日 经液在体内存留时间过长,或过短军会影响金子质量 三、服药阶段在女性的月经中期第八天起,男性便需要开始服药,即服用强地松 上午吃半片,下午一片也是一直持续到取暖日,丈夫开始服强地松 每日上午半片,下午一片,直至取暖日,同时连服三到五天服派酸 四、准备阶段取经的当天,男性需要更化干净的内裤,且重点清洗身直器官部位 并且和女性一起到医院取经,男女都要带好重要证件,并且注意取经需要注意的事项 取经日的早上,男方请沐浴更衣,换干阴内裤,洗澡时请重点清洁外衣 阴经、包皮够,与女方一同来认取经,请带好三正元件 请安排取经的护士,讲解取经注意事项 五、清洗男性在取经之前小便,并且一定要对双手清洁干净 进入取经室,签署各自姓名,用疑问便可向医生护士请教 再用生理盐水清洗阴经,不要用肥皂,用干无菌纱布擦干双手和外衣的水分 六、取经取经用专门的无菌消毒杯,不要碰到杯口 杯壁和杯盖,不要让阴毛、衣物纤维等等落进杯中 若不慎掉入,则需要及时更换 一切洗干净破撤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